儿子大学毕业后 因为一部手机消失整整八年时间 父母苦苦寻找魏国 如今的他到底身在何方 又为何有家不回呢 八年前大学刚毕业的刘斌 离开老家湖南 选择去广州打拼 刚来广州的他没什么钱 只好用贷款的方式购买了一部手机 之后他并没有再约定日期内还清贷款 贷款公司的催脚电话 打到了湖南老家的母亲手上 母亲闻听此事 与儿子大吵一架 就这样 刘斌一气之下断绝了和家里的往来 整整八年没有再与家人联系 父母悲痛欲绝 悔恨万分 八年来 从没有放弃过对儿子的寻找 即使现在在提起儿子 一家人也是难掩悲痛 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记者来到了刘斌的家里 刘斌的卧室还保留着 即使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居住 房间也依然干净整洁 刘斌母亲李秀兰告诉记者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把儿子的卧室翻新一遍 这个家儿子已经八年没有回来过了 他只能每天翻看儿子的照片 以此来填补思念之情 说到此处 李秀兰又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八年来 刘斌音讯全无 父母和家人四处打听 却还是毫无线索 每隔一段时间 李秀兰就会去派出所 查询儿子的身份证号码 以此来确定儿子的安危 如今刘斌的父母都已经年过半百 八年来对刘斌的思念 无时无刻不再折磨这这一家人 刘斌的爷爷奶奶思念孙子 许久不见消息 便让刘斌的父母再生一个 以缓解思念之情 李秀兰也如长辈所愿 再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思思代表了对儿子的思念 刘斌的失踪 对这一家人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刘斌的父亲刘全涛认为 是妻子急躁的性格逼走了儿子 这些年来 夫妻俩为了儿子出走而争吵不断 家里处处不得安宁 那么在节目组的帮助下 刘家父母是否能够找回消失了八年的儿子呢 根据李秀莲的回忆 当儿子给他打的最后一个电话 来自于广州的惠州 于是节目组便来到了惠州 拜托当地的志愿者打听刘斌的消息 并没有太多曲折 顺利得到了刘斌现在的联系方式 并得知他一直在惠州 当志愿者第一次拨打刘斌的电话时 得知是家人寻找 刘斌吞吞吐吐 始终不愿透露自身的情况 急匆匆挂断了电话 之后 记者又找到了刘斌的父母 将联系方式告知 两人终于看见寻回儿子的曙光 还没拨通电话 就已经激动的落泪 随后 众人再次拨通了刘斌的电话 这一次 听到父母的声音 刘斌会不会放下隔阂 回到日夜牵挂他的家人身边呢 两人日日夜夜想念的儿子 就在电话的另一头 无数的话语想要诉说 可真拿起手机 却说不出来 前言万语会成最真挚的感情 只是希望儿子能够回家 面对父母的哀求 电话那头的刘斌 却许久没有说出一句话 最终默默挂断了电话 寻子心切的李秀莲二人不愿意放弃 决定和记者一起来到惠州寻找儿子 之后 再次拜托志愿者打听到了刘斌 现在工作的单位 记者一行人立马驱车前往他的工作单位 在工友的帮助下 终于见到了正坐在路边的刘斌 一见面 刘斌显得坐立难安 或许他还没有想好 怎么去面对八年未见的父母 刘斌表示 当时的自己年少无知 因为与母亲吵架 一气之下断了联系 就这样浑浑噩噩在外漂泊了三年 三年后 成熟的他已经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内心的愧疚感折磨着他 让他不敢迈进家门 这种愧疚感成了他的心结 即使已经到了家门口 看到了家的模样 也不敢走进家门 这些年来 他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面对节目组 希望他能回家的请求 刘斌这一次还是沉默一对 迫于无奈 刘斌的舅舅李军 再次联系上了刘斌 以他的母亲生病住院为由 希望刘斌能来看看 这一次 刘斌终于动容了 并打电话给母亲 说自己会会去看望他 众人在医院门口苦苦等待了一个小时 刘斌还是没有出现 难道他还想再继续逃避下去吗 在众人焦急等待的时候 刘斌打来了电话 记者与舅舅一起驱车赶往了他所在的地点 接到了刘斌 再返回医院的车上 刘斌一言不发 只是紧紧倚靠在舅舅身上 这场小小风波 却导致家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陌生人 整整八年不再相见 这一次 他们是否能够化解心结呢 刚刚见到父母 刘斌就难以掩饰内心激烈的情绪 他飞扑过去 将父母紧紧抱在怀里 崩溃大哭 腿脚发麻 阔别了八年 如今一家人终于又拥抱在了一起 其他的一切都在这一刻化为了泪水 融化了他心里的坚定 刘斌紧紧地抱着母亲 情绪激动 甚至无法站立 他跪在地上 向母亲道歉 这么多年的心结和误会 只需要一个亲人的拥抱 就能够化解 他多少次都想回家看看父母 但是始终是没有勇气去迈出那一步 这一耽搁就是八年 可是当他真的迈出一步 去拥抱自己最亲近的人 他所有的担心和顾虑都不复存在了 一切都已过去 一切都还继续着 最后刘斌决定 回到老家工作 陪伴父母 去弥补这些年错过的 与父母在一起的时光 一家人团聚 事情总算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刘斌的同事和家人都评价 刘斌是一个内向且固执的人 消失八年的他如今终于回家 父母家人依然在等他 还能够弥补自己所犯下的错误 但是很多因为我们偏激 固执所犯下的错误 不是都有机会去弥补 所以在做出选择之前 我们都要去考虑 是否这个选择会伤害爱我们的人 伤害我们自己 是何属于 我们下期再见